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27日 今天是星期三 來到星期三的晚上 繼續跟大家 講國際新聞 繼續講俄羅斯 俄羅斯繼續遭受世界全面圍攻 最新的訊息 有超過 40個國家的將領 一起開會 他們開聯合會議 一起討論 如何支援烏克蘭 對抗俄羅斯 美國的 國防部部長也說 將會全力支持烏克蘭 所以 同一時間 俄羅斯就是氣炸了 發瘋 然後 就說 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就是 火上加油 這句是不是大家很熟悉呢 最有趣的是 澤連斯基回應這個親俄的記者提問的時候 的回覆 他說 如果你說提供武器給我們 就叫火上加油的話 火上加油得最厲害的國家 叫做俄羅斯 為什麼呢 因為澤連斯基說 提供 很多武器 給烏克蘭的 正正就是俄羅斯 這個澤連斯基真是相當之厲害了 這個說法也是非常之幽默 也 徹底反駁俄羅斯的說法 有時這個就是政治人物的 智慧 回答一條簡單的問題 已經令對方 就收了聲 我們繼續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升旗易新聞雜絕 請大家繼續運用以下幾種方式支持我們 包括付費模式 其中一種 這個有三種方法 一個就是 訂閱我們的Patreon 這個是我們最推崇的 因為Patreon其實也有抽的 不過呢 抽水成份較低 還有YouTube會員頻道 還有就是 YouTube直播節目的時候就交月費 兩者都可以 但是 抽水YouTube就較高 所以希望大家盡量 如果付費支持我們 就用Patreon 好 還有 還有就是免費模式 免費模式更加重要 希望大家更加多使用 我們 就是 繼續提倡這件事 因為不需要收 定重錢就不收 這件事是很重要 大家記得打開節目清單 播放欣賞 無限屋大發 手動點擊 這個就是 去藍絲的地方打開播放 瘋狂播放欣賞 動用他的資源 用電 就像挖礦一樣 還有另一種方法 就是挖 PINE幣免費支持方式 PINE幣是未上線的 再提大家 但是如果 上線你就不能免費挖 所以如果你要挖 趕快挖 去手機應用程式 下載PINE Network PINE是Pi 不是 不是第1個Pi 不是 P-R-I-M-E 是Pi Pi Pi 即是元周率 下載完這個程式 記得使用本台的邀請碼 本台的邀請碼是JohnTuesdaywo J-O-H-N T-U-E-S-D-A-Y-R-O-A-D 記得全部是世界 記得一個字連結 不要分開 這個就是我們的邀請碼 你使用了本台的邀請碼 本台的戶口就自然會掘礦的時候加速 在你掘的時候 我們才會加速 所以記得按閃電鍵 說回這個40國 聯合會議 俄羅斯在烏克蘭 這兩個月以來犯下極多的暴行 如果你說什麼 特別軍事行動 如果你真的只是針對着 烏克蘭的武裝 如果你真的那麼乖 可能 沒有那麼快辣著全世界 但是實際上 俄羅斯做的事 就是進入烏克蘭 不單止侵略 還要進行大屠殺 於是 令到全世界 全部人都站在烏克蘭那邊 因為 對著俄羅斯 基本上是暴行 全世界都看不過眼 美國國防部長 在26日邀請了40 40個國家的將領在德國 一起開這個 防衛會議 討論如何確保烏克蘭 穩定 如何支援烏克蘭 對抗俄羅斯 美國也說到了 根本現在俄羅斯的行為 就是使得 全世界都反對他的行為 要對付他 要制裁他 所以美國也是這樣想 要揭進全力 一定要 幫烏克蘭對抗俄羅斯 主持會議的國防部部長 奧斯丁 奧斯丁 在早前在空軍基地的會談 之前 曾經訪問了基夫 也 見過總統澤連斯基 他向澤連斯基保證 會提供足夠的軍事援助 40個國家的將領開會正正要討論的就是軍事問題 除了軍事援助烏克蘭之外 還有就是那麼多個國家的防禦問題 既然在烏克蘭的戰爭裏面 你已經看到 俄羅斯的軍隊的不堪 以及 就是這個 烏克蘭 成功將軍隊現代化 所以 其他國家也有需要 將軍隊現代化 使用新式的武器 重新整合 對付 俄羅斯的時候會更加有效 抵禦他的攻擊的時候 美國還要相當窩心 還要將 這個40國將領會談的 打卡相片就是上載 要令到俄羅斯 看得很清楚 40個國家的將領參與 還要很多 就是中東的國家 非洲的國家 基本上這個 40國將領會議基本上就等於 向俄羅斯 等於一個示威 還有出席的代表還有韓國 和日本代表 日本和韓國就用視像方式 開這個會議 會議地點就是 蘭斯坦空軍基地 位置在 德國 法蘭克福的西南面 這個地方 就是自從阿富汗淪陷 塔利班佔領了阿富汗之後 在阿富汗撤出的軍人大部分 去了這座基地 會議裏面 最大的目標 其實就是討論 怎樣給武器烏克蘭 包括 重型武器 例如大型的榴彈炮 最主要就是討論 如何協調 武器的提供 根據會議討論的內容 他們認為 未來這幾個星期非常之重要 如果 他們把足夠的重型武器交給烏克蘭 協調好 交武器給烏克蘭的時間表和內容 將會 成功協助烏克蘭守住 烏克蘭的東部 目前俄羅斯改變了攻擊策略 現在 從機庫撤退之後 重新整合了 然後在頓巴斯地區 嘗試把烏克蘭軍隊包圍 嘗試把 主力的部隊遺遷 而俄羅斯 用的 就是 大量的炮彈 攻擊就是烏克蘭的據點 英國的國防大臣 就提到根據英國的分析和預測 他說俄羅斯 最少已經有15000人在這場戰爭裏面陣亡 也 擊毀了 俄羅斯的坦克 足足是530架 也有 2000架裝甲車被摧毀 再加上有60架直升機 或者是戰機被擊落 這個數字 跟俄羅斯承認的數字 就相差甚遠 俄羅斯 只是承認不夠十分之一 他只是說 有千幾個軍人死亡 這個數字絕對不可靠 所以根據美國 和英國的估計 俄羅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尤其是 黑海艦隊主力艦 旗艦莫斯科號都被擊沉的情況之下 對於俄羅斯來說 他要持續作戰 是非常困難 因為 他的損失率已經接近 差不多到達三成 說到其中一些部隊 但是美國的官員也警告 不要太過低估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始終是 原本是一個 世界的超級強國 即使他現在 經濟受到西方世界制裁陷入崩潰 但是 他也還有足夠的經濟實力 對著烏克蘭長期作戰 所以不能夠 過份低估就是俄羅斯的情況 即使俄羅斯 是用 二次大戰的方式入侵烏克蘭 這件事 一樣對烏克蘭 其實是會構成重大的威脅 所以 美國 官員也提醒 不能夠對他 掉以輕心 40國一起開會 重創俄羅斯的自信心 俄羅斯 除了繼續發瘋之外 其實也沒甚麼辦法 同場加映還有聯合國 聯合國 正式要對 這個常任理事國 常任理事國就是英國 美國 法國 俄羅斯 還有 就是中國 常任理事國本來在聯合國決議有否決權 現在 要動用否決權 必須要有充分的解釋 不能夠說用就用 通過這項決議 限制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 其實很簡單 目的當然 就是針對著俄羅斯 要將俄羅斯 進一步繼續邊緣化 順便 制衡另一個邪惡軸心 那個 就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 這個 普京 俄羅斯 和中國大陸 即使在聯合國 上面 也 遭受重擊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說得不瞬